这里有各种颜色的岩湖 也有各种神奇的地貌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在这里展现了它的艺术 开车黄浪在自驾中国西部的线路中 始终还缺少这两个重要的板块 青海 甘肃 于是这条近3000公里的青甘大环线来了 我们选择了西宁作为本次自驾环线的起点 嗨 西宁的早上 今天是我们青甘大环线八天行程的第一天 今天我们会去到青海最大的湖泊 青海湖 还有天空之境查卡岩湖 我在网上看到他们拍的照片特别特别的漂亮 也不知道现实中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这边的温度非常的适宜 只有20多度 海拔呢 我看一看 走啦 别急别急 等一会 海拔看一下 2260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米小鸭已经等不及了 走走走走 出发吧 背包 相机 无人机 好兴奋啊 青海西宁的早上 要从一碗正宫的兰州拉面开始 其实啊 全国大部分的兰州拉面馆都是青海人开的 瞧 这碗汤面看着就过瘾 葱撒上 不过 这个牛肉 米小亚马上改点了一个拌面 我呢 就只能再加一盘牛肉了 这牛肉夹到面里边 才叫正宗的牛肉面嘛 这感觉才算到位了吧 好 吃饱了 我们今天的早午餐价格在这里 吃完饭后 我们前往青海湖 从西宁到青海湖的距离 大概是150公里左右 全程有高速公路 哎 这样下雨的天气 整个云层好逼啊 看青海湖看什么呀 大概两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到达了青海湖边 路边有许多通向湖边的小路 米小亚刚刚讲了一句虎狼之词 你再重复一遍 不爽 他说这一身松松画画的衣服 把他傲人的曲线给遮住了 这就是青海湖了 和我的想象有点差距 或许是因为天气原因吧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也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监测结果显示 青海湖面积持续8年增大 这里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 光照充足 日照强烈 全年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 高出同纬度地区约700个小时 看到湖边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点 就可以想象晴天下的青海湖有多美了 哇 青海湖边牛羊成群啊 刚刚跟这些牛的主人聊了一下 他们这个牧场呢 现在所有的这些牛 有近1000头 猫牛啊 不过他们是10个家庭的牛 而且那个羊是他刚刚那个大树一个人的 那个羊有500头 然后还有马 刚刚进来的那个马群 有十几匹马 也是他们家的 天哪 太富有了吧 接着我们离开了青海湖 开始前往天空之境 查卡盐湖 刚到查卡盐湖 就被这威武的六边形游客中心建筑所震撼到了 那这里面的游客体验究竟怎样呢 我骑着来就看你这点 然后你把我拦到这儿 然后每一段都用钱买 是的 关注开车狂浪 轻干打环线 下期更精彩 小空长 第1考 ND 权 overload 遇到